大家好 前段时间一直都跟大家分享我这一颗萝卜养护方法 一直都是在使用这种干养分给它追肥 由于栽种的太晚 气温已经回暖 所以这颗萝卜 早早的长出了一些花芽 长出了一些花茧出来 后来被我砍掉这些花芽之后 接着又被一些虫害糟蹋 现在叶片全部都被糟蹋完了 看到这种状态心也都凉凉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结果 我来拔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惊喜 还算是有点小惊喜吧 大家看一下 底下这里还是蛮长的 毕竟是盆栽 而且栽种的时间也不太对 能长出这种状态 还是比较不错的 还算是满意的了 大概也有半斤重 比较长 20厘米左右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萝卜 其实已经不怎么好吃了 因为 这里已经发青 已经老了 所以说大家栽种萝卜的话 最要是提前一点 最要是在11月份左右的时间栽种 会更适合 不然的话 确实长得真实不太好 不管你用什么肥 好了 结果就是这样 惊喜还是有一点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iron了 我给大家 scene